吴莫愁自好声音沉迷一来 一直与导师于晨庆有着很多互动 两人虽然有很大的年龄差 但在音乐上的默契配合 让人觉得就是绝配 当然《诗声恋》绯闻也成为两人挥之不去的困扰 近日 吴莫愁现身台北 被指出现在于晨庆家附近 疑似同居 哈林经纪人怒斥同居谣言 否认这对师徒有暧昧关系 哈林透过经纪人对外澄清 《诗声恋》不是事实 一直乱传对双方都不好 尤其是女生 哈林经纪人披露 吴莫愁在台北的住所跟哈林的家还蛮远的 同居真的是瞎编了 就在哈林和吴莫愁同居绯闻传出的当天 哈林前期伊能静也在微博发了条耐人寻味的微博 感谢莫愁 不少网友都表示看成了感谢吴莫愁 难道伊能静大方祝福前夫了 其实伊能静所指的莫愁是李莫愁张新宇 感谢他对自己电影的认可 但在这敏感时期 昵称对方莫愁 也被不少网友指示故意的 夜次轮新闻中心上海报道